如何在职场上自我争执 不管给谁打工都要为自己学东西 做每件事情都要认真思考 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重复性的工作怎样提高效率 要有长远的规划 不要被短期的报酬所限制 学到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价值 二 简单的事情要做得比别人仔细 重复的事情要高效率的做 注重细节这样简单的事情 也能做出高水准 三 不要只是应酬工作 如果一件事能做到五六十分 既不会被砸伤也会被批评 然而如果一件事往一百分的方向去努力 日夜累积就是一个好口碑 四 别过这混日子的生活 那只为老板所思想 自己青春所思大 以为做的事情少 工作 清闲 没有压力 就是占了便宜 这是最幼稚的想法 人都是需要在激励的环境里 努念的